跟国外的一些燕窩商协会也是紧密的配合 就是包括在北京的一个叫做国燕委 它也是一个燕窩协会 这是中国的 然后包括在广州的也是一个中国的燕窩协会 叫中国药文化 以及燕窩产业国际联盟 所以这几个协会呢 我们都是一直紧密的也在配合 可以互相的交流 然后每年呢也有举办一些活动 然后我们都互相的去参与 去把就是传达一些正确 一个正能量的一个信息 给市场消费者 所以针对这个课题呢 你们有没有讨论 其实针对这个课题 我们也是有讨论的 就包括在 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第一个星期在中国的燕窩 产业国际联盟 以及中国药文化协会呢 已经发出了第一个信息 就是包括了发出了这个燕窩的一些营养价值的一些成分 以及就是澄清关于这个 关于吃燕窩跟吃鸡蛋呢 其实是不能相听必论的一个一件事 所以今天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说 在关于燕窩和鸡蛋里面比较呢 是不能相听必论的 因为燕窩本身里面的营养成分就包括 椭叶酸 还有其他的 氨基酸方面呢 可能跟在鸡蛋里面是无法找到的 然后可能有些鸡蛋里面存在的 营养价值呢 在燕窩也不存在 所以这两样产品呢 就是说我们吃燕窩 所要得到的这些营养价值呢 其实在鸡蛋里面是无法可以摄取的 所以在因为燕窩这个产品呢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六百年前开始就吃了这个燕窩 包括在产本木钢 包括这个皇帝 为什么中医里面在以前六百年前 包括前年的物化 会已经有了这个燕窩的一些历史在记载里面 包括给我们肺的滋养 包括给我们的皮 这些方面提供了一些营养价值 在以前还没有经过这些科学认证方面呢 已经有了 在中医方面已经有明确的 记载了这些燕窩的好处 这个所谓的科学的时代 那我们的科学认证呢 在加强了燕窩里面 只存在着一些营养价值 就是我们讲的 今天我们可以说椭叶酸 但是在六百年前 我们不懂什么叫椭叶酸 而今天我们知道 什么叫椭叶酸 什么燕窩里面的一个 一个多长体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现在科学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成果 简单讲解这个椭叶酸的这个好处啊 椭叶酸其实最基本上椭叶酸 大家都知道椭叶酸 补充的下呢 一个小孩子决定了他的 就是说他关键他的智慧 他的聪明以及他的记忆 而且这个椭叶酸在我们大人方面 老人方面呢 也给我们人脑带来了一个 包括脑细胞的一些修补功能 那可以防止包括 可能我们的脑人痴在症这一块 所以这个椭叶酸在我们人脑里面呢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营养价值 好